这个紫棋是古董,这个真的是古董,下面这个是大漆,上面是贴的黄金,是借了永历皇宫的人来贴的,因为这是自己的房子。 所以它很简单很简单,因为金不是显贵重,它是光线的过程中让你安向心的一感觉。 所以金丝的上面是起个软光的作为,那金丝面是我们这个地方的一个招板上,就是开始把它清炭。 所以这个要第一要先清烤,清烤完这个就我们先喝汤,然后就吃面条,菜做到极致是简单,人做到极致的,美的极致也是简单。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杂,我们现在来到了广州的东山口,这边全是很有腔调的别墅,老房子独栋的,感觉很赞。 今天晚上我们去吃一份很赞的饭,建一位很厉害的大使。 现在您面前呈现的这一个是我们的一个银河,它在古代的时候是用作以女性的一个双双盒来使用的,我们是用纯饮的方式去制作,那这六款凉菜它分别会代表酸菜当中不同的一些味性。 吃点小菜,从右往左。本味,很甜的百合,哇,具体。 在这吃饭,所有的感受都能说成两个字就是一个词,高级。 除了高级,没什么别的感觉,就是中餐的高级,仪式感的高级。 气氛,环境,真的是好。 嗯,这个笋子也是原味本味。 这个是我最喜欢吃他们家的泡椒凤爪。 因为蓝是不是泡椒凤爪的创始人呢? 嗯,比较酸。 它没有很辣,很香,酸香。 这一道的话是我们的一个刺龙虾怪味无产面。 然后建议养的话可以先吃第三块。 它是用的低温烹调的方式,保持着我们龙虾肉的一个弹心。 然后使它的肉质的话是最嫩的一个状态。 这个龙虾肉低温烹调的弹心。 嗯,怪味很浓。 酸味也蛮强的,吃到后面很甜很甜。 这个是用天妇罗的方法炸的一个虾,虾肉在里面。 男师傅的风格,调味极其淡,追求的是有口感和本味。 很香,这个无才面就蘸这个酱汁了。 蘸点姜。 嗯,嗯,这个怪味好奇妙。 还有一点花椒,那种椒麻味,椒香味在里面。 然后又有酸味,很弱的苦味,还有一点甜味。 这个面条口感非常好,口感一流。 我说您的粉丝。 哇,谢谢。 按我说的,我们是用汤区做菜来制作。 所以今天很多菜,热菜里面,你仔细一些品尝。 它很厚重。 清,浓,厚重。 厚重它就有层次感。 浓,多点清,这里也可以浓,对不对? 对。 但是它是清飘。 清是淡雅之美,但是厚重它就不一样。 厚重是在你口腔里面逐步逐步的写下。 就像酒一样,清淡厚重。 厚重的酒就有很多层次,很多丰富的口味。 所以做菜的话就讲究了层次的关系。 浓什么的,猪皮都加一点。 鸡爪子都加一点,对不对? 它很浓,但是它没有层次感。 用汤区做菜很厚重,没有汤区做厚重不了。 这个做杠大刀金丝面,我吃起来就很熟练了。 先喝汤。 这汤就是这种很淡雅的清鸡汤,该水白菜的味道。 然后一口面。 嗯,就像男师傅刚刚讲的。 简单但是很紧致。 这里的菜其实也是这样。 吃起来没那么复杂。 但是要去感受还是蛮多层次的。 这一道的话是我们的鱼子酱虾酪糕。 我们是用到了三种不同的虾去制作而成的。 鸡丝面过后的这一道虾酪糕其实本身它也是一个汤。 六斤的虾只能出一斤的汤。 这个鱼子酱虾酪糕,我之前吃的时候我就很喜欢吃。 这个很鲜,极鲜之物。 这两颗小松仁呢,就是增点香吧。 因为太咸了,得香一下。 你们看,很漂亮哦。 口感鲜味,香气一流。 Oh my god,这道菜吃下去必须夸。 虾糕浓鲜丝滑,鱼子趣味增加。 一口尝尽,海洋精华。 太鲜了。 一口下去,整个在口腔中化开。 就像大海在你的口腔中爆炸的一样。 爆,爆,爆。 因为口感实在是太滑了。 啪的一下就算没了。 但是口腔里有了鱼味。 这一道是我们的蟹黄甲鱼群鞭。 然后呢,它是用的当季的两个食材来制作而成的。 建议可以先吃我们这一个群鞭。 然后呢,再吃右边,它是用的羊师傅的大杂蟹。 然后做的蟹黄,搭配那个甲鱼的一个大腿肉。 我最爱吃的甲鱼群鞭。 但是不知道蓝师傅做出来什么味道。 嗯,也还是突出本味。 主要是吃这个口感跟软滑的感觉。 蓝师傅的调味啊,真的是极其的突出本味。 嗯,我来吃下这个蟹黄。 嗯,这个蟹黄好香,好浓郁。 但不是调味浓郁啊,是它本身那种蟹香,蟹油很香。 好,谢谢,师傅吃的鲍鱼。 对,今天的高潮。 这个是吊菜本色极品鲍。 我们选的是南非开普顿的鲍鱼来做的。 然后它因为是生长在西风带,所以海水特别的冷。 所有的植物呀,包括海鲜,都是生长的特别慢。 这个鲍鱼在鲜活的时候是一斤一头的。 长到这么大的话呢,至少是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 这个鲍鱼切下去,哎呀,这个感觉。 我还是那句话,吃鲍鱼最爽的时候是蚊和切。 最嗨的时候是吃的。 你们注意爽和嗨的区别。 哎呀,一口。 嗯,嗯,嗯。 软了,透实。 然后溢出来淡淡的茅海酒香。 那种酱香味,只是来口红酒。 哇,还走还走啊。 吃鲍鱼就不要切得太复杂了。 大口吃。 这个焦汁。 这一道是我们的一个酸菜烂炖黑山羊。 是用的黑山羊的羊汤乃至做而成的。 它是跟四川的开水白菜是一样的制法。 用羊底鸡肉去吸附它的一些油脂的部分。 还有一些汤炖。 然后把它的浓汤做成的一些清汤。 这个萝卜用的很香。 大概很强的萝卜香。 有点喝口汤啊。 哇,酸辣。 那我想到以前那个红油酸辣海酒我们就吃了。 非常的呛辣的感觉。 吃块这个黑山羊羊肉。 肉香很强。 这种黑山羊肉是比较没弄多肥肉的,没什么肥油的。 萝卜好吃。 香啊。 酸辣粉。 嗯,好入味。 你说什么芙兰花咯。 有点酸啊,好入味。 哇,好舒服。 这冬天来晚这个真的是虚伏到我一宝。 嗯。 这一道是我们的一个海索昌生。 这个鱼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油脂的部分, 其实是像和牛一样, 成雪花状的分布的。 然后呢,主厨是用了炭烤的方式去激化它的油脂的香气。 我搭配的是四川的一个,我们叫的一个泡椒酱。 它里面加入了一些泡辣椒,泡小米椒,泡灯笼椒,等等的泡椒在里面。 泡椒炭烤,昌生,就是昌鱼吧。 先吃个蘸酱不多的。 它这个鱼啊,取的是比较肥的位置。 鱼腩的位置。 这一道是我们的一个豆豉乳鸡, 这一道是我们的一个豆豉乳鸡, 豆豉乳鸡的生长游戏是28天。 因为只有这么长的时间, 它的鸽生肉才可以长得这么大。 乳鸽中山时期, 全天下最好的乳鸽。 豆豉味好香的焦香味, 小时候烧烤那烧烤的味道。 嗯,嫩,鸽子味很重。 你们看这个颜色熟度刚好。 今天这个是帮两位特别准备的我们的一个机器的一个菜单, 是我们的一个包仔饭, 然后里面的话是加入了广市的一个香肠和湖南的一个牛肉来自作而成的。 嗯,好香。 这个是香菜和芹菜粒, 最后会加上一个我们的一个头水紫菜。 这个包仔饭真的奇香, 我没想到在这里能吃到包仔饭, 还有麻婆豆腐, 还有回骨肉, 吃下这个麻婆豆腐, 我先单吃一下。 麻婆豆腐是我吃的再饱了吃得下的一个美食。 嗯, 很咸鲜不辣, 香味有主, 微麻。 这个拌着饭吃。 这饭最香。 每一口都夹夹了锅巴。 就是爱饱在饱都很爱, 因为口感比较硬。 喝的感很强, 哇,这个锅肉好好吃。 豆腐, 吃完这道甜品, 还有一个白水菜, 今天晚上的晚餐就结束了, 感觉非常好, 学习到非常多, 印象深刻的一个夜晚。 那么好了, 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小伙伴们记得点赞收藏,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